美国最高法院6月24日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 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 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州应对 法院意见书称 宪法没有赋予堕胎权 罗素韦德案裁决被驳回 规范堕胎的权利还给了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这一裁决颠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 是一个罕见的逆转 挑战现代美国的升职自主权 全美目前有近半数州通过堕胎禁令法律 另有数州实施严格的堕胎规定 最高法院的这项最新裁决将赋予各州制定堕胎法的权利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有13个州将在30天内禁止堕胎 其他州可能准备推动反堕胎立法 这项社会辩论将冲击其中选举 最高法院已聚集支持和反对堕胎两派示威群众 最高法院的裁决引起各界强烈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公开讲话 称最高法院犯了悲剧性错误 他还表示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不是最终决定 他呼吁国会行动起来 保护女性的堕胎权 中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猛烈抨击最高法院的裁决行为 称大法官们正在侵蚀美国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 加州 俄罗冈州和华盛顿州州长 今天发表联合声明 捍卫 堕胎和避孕药等生育保健的权利 并承诺保护家长和医生对抗其他州 将其堕胎禁令灌输至我们几个州的做法 美国众议院6月24日以234票赞成 19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枪支安全法案 并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惩罚 有14位共和党人不顾本党众议院领导层的反对压力 与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 该法案包括为心理健康服务和学校安全提供资金 允许各州制定预警法律或危机干预计划 以及鼓励扩大对18岁至21岁购枪者的背景调查 禁止有家暴罪的人购买枪支 然而 被判轻罪的人可在5年后重新获准购枪 拜登此前已表示他将签署该法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现年82岁的丈夫保罗·佩洛西 涉嫌酒后驾车 6月23日受到轻罪指控 保罗被控酒驾源于一起车祸 保罗接受血液酒精浓度测试 结果为0.082% 按照加州法律超过0.08%属于酒后驾车 他将于8月3日接受传讯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至少5天的监禁和5年的缓行 科学家在加勒比海的法国属地 瓜德罗普红树林发现世界最大的细菌 可达两公分长的华丽硫珠菌 不仅是大多数细菌的大约5000倍大 结构也复杂许多 科研人员称 细菌越长 组成细菌的细胞 越容易获取氧气和硫化物 科研团队表示 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的细菌概念 6月23日 蔚来ET7测试车坠楼 导致两位测试人员罹难的新闻 刷爆全网 一名蔚来员工 一名蔚来合作伙伴员工 在此次事件中不幸去世 当天晚间 智能电动汽车公司蔚来 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声明回应该事件 英文中包括 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与车辆本身没有关系的一句话 引发一些网友争议 随后 蔚来官微删除这一声明 并修改了措辞 重新发布的声明称 根据对现场情况的分析 可以初步确认 这是一起非车辆原因 导致的意外事故 随后 我和你误会认为 脚辆本身有点误会 全部都在误会上